这位小朋友竟然两次遭遇不测 其实他的动作不像不防 更像是跳水冠军苏亚雷斯 这位小球员的比赛热情很积极 可是更糟的是 在鼻子受伤之后 这位小球员竟然再次遭遇不测 比赛暂停因为组委会临时决定 给队员们冲冲枣 这位冲浪爱好者正在寻找合适的海浪 他迎风站上了岩石 海浪来了准备 提醒各位冲浪爱好者 这样的选择是非常危险的 不过这位老兄依然很执着 他没有放弃 他决定继续站在风口浪尖 准备挑战下一次更大的海浪 海浪来了 祝你成功 放心放心我还在 自行者比赛已经到了冲刺的最后阶段 然后在中间线一公分摔倒时代太阳人心碎 请注意这位黑衣骑士 他原本为了第三 最后冲刺他奋起直追 希望冲击亚 没想到 第三名变成了无名刺啊 好的 下面请出下一位拳手 Steve 他是一位举重高手 来 举起来Steve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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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eve 你怎么了 没事 我只是有点晕 好了 好了 我飞起来了 我飞得很平稳 走着 前方好像有一棵树 你以为我在玩飘移是吗 其实我想告诉你的秘密就是 我其实就是找不着北的 他呢不叫飘移 我这才叫飘移 看我大摔尾 对不起 五天路滑 实在没有想到 还有辆车停在这 什么 咋下去是吧 没事 老兄 不用你帮忙 我自个儿来 白白了 下次咱俩再PK飘移 说到飘移技术 有谁能比得上我呢 有人向左飘移 有人向右飘移 而我是站着飘移 看到本期节目 您觉得哪一段最开心呢 相信每个人的品位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给大家推荐的最开心 也有很多网友和观众说 一点都不开心 节目当中可能要更开心一些 其实每个人的出发点 每个人的品位 每个人的欣赏水平都是不一样的 也许您的品位欣赏水平远远高于我们 当然也欢迎您给我们不断的提建议 比如说把您的有效视频和搞笑视频发过来 下面的本周最开心 将为您带来一些即将出发的自行车运动员们 他们告诉我们一个真理 那就是万事开头难 我给这些运动员们一个指令 我数一二三让他们出发 大家就知道这些运动员们是怎样出发 又怎样遇到挫折的 一二三 万事真的是开头难 不过只要您坚持不懈的努力 一定能够在体育训练的道路上 走得越来越顺利 当然吃苦是必须的 好 如果您是一位热爱体育的观众 如果您经常从事体育运动 如果您还经常爱把您的体育运动的 从事过程拍下来的话 不妨把您拍到的有意思的视频 发到我们的邮箱当中 邮箱就在屏幕的下方 或者在微博和微信上 和我互动交流 感谢您收看本期报销体育 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报销体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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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销 报销体育